他俩在那说了得有半个小时才算消气,走之前还说留下狠话,以后你再欺负小雪,你就从这个家给我滚蛋,以会一定不再欺负他了。 就这我还得陪上笑脸说,这没办法,毕竟我岳父说得对,就算我不为我自己,我也有年迈的父母需要养活啊,以后还敢打我了不? 那两恶人前脚刚走,屋里的祖宗又开始发话了,我懒得搭理他,扭头准备进屋睡觉,不料他却不依不饶了起来,拦着我的去路,以后我的事情,你少管,你在家做好你的成龙快婿就行,别的不用你操心。 你以后的事情,我还真的不想管。 我现在没有心情搭理眼前这个人,丢下一句话就去睡觉去了,之前的这几天,我也感觉心情烦闷,于是我也出门准备借酒消愁,上次那个酒吧我是肯定不能去了。 于是我这次来到别的酒吧,在这里,我认识了两个新朋友,王公子和赵公子,王公子家里面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 赵公子的父亲,在政府单位担任高管,这俩人也都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的。 我正好想找人谈谈心,于是便把我的遭遇告诉了这两个人。 他们俩人听完我的遭遇,十分地同情我,没事,张兄,你到了这你就好好放纵,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。 赵公子听完我的话开始安慰我,今晚你就可尽得完,所以费用我来请。 王公子拍了拍我肩膀对我说道,后来他又对身边的人说了几句,不一会就来了五六个姑娘,我们是左手搂一个,右手搂一个,刚开始我还有点放不开,张兄,你尽管放开完,没什么可担心的。 可能也是喝了几杯酒,趁着酒精的作用,我开始打量起了坐在我身边的两个姑娘。 都是二十多岁,我右手这个鹅蛋脸,就穿了一个吊带裙盖着屁股,能清楚地看到没有穿内衣,小点点都若隐若现,我怀疑他没有穿内裤,伸手摸向他的小面,靠,猜错了。 钉字裤,左手边这个是一个黑色包臀裙,我一看,跟我妻子之前穿的那个,有点类似,之前妻子穿这一身,都没有让我享受。 这次我可要好好享受一番,我直接就吻了上去,他不闪躲,双手也向我摸来,沉兄沉兄,这地方人多,咱这楼上就是酒店。 于是我们三个人,就朝着楼上走去。 这一天晚上,注定是一个不眠夜,我把积攒了好久的怨气,全都发泄了出来,直接决战到天亮。 当我下楼准备结账回家的时候,前台却告诉我有一个王公子,把我的费用全都给结了。 这一刻,我知道这两个朋友交得太值了,我一路上都在想着,回家要跟老婆说什么借口。 可是我一大早到家,发现妻子也没有回来,她也是在外面过夜了。 我也懒得搭理她,一晚上没睡的,我现在只想眯眼睡觉,到了下午,妻子才回来。 我看见总觉得那地方不对劲,我仔细一看。 原来她穿的透视装,再仔细一个,她竟然只在外面穿了一个透视装,里面什么都没有穿。 这在屋子这个昏暗的光线下,都能直接看出来,我不敢想象她穿着这一身走在太阳底下的样子,会是什么样。 这看得我不自觉地就握紧了双手,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,眼里有点慌张。 你在家呀? 我那个身体不舒服,就没出门,怎么才回来? 啊,那个昨天在我闺蜜那睡了,就没有回来。 可是,我却不愿去与她争辩这些,可是我这次的不追究,好像是换来了她的得寸进尺。 之后的几天,她一直都是晚出早归,每次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,这肯定是外面有人了,顿时我感觉我的这段婚姻可能很快就要走到头了。 她出去玩耍,我也没闲着,我也去之前的酒馆借酒消愁,接连几天都是这个样子,每次回来都要洗一个澡。 每当她洗完走进卫生间,我却找不到她换洗下来的内衣内裤,那人不会有啥不良嗜好吧? 我把妻子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岳父岳母,以为她们会为了生育和面子而去管理一下妻子,可是我没想到我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。 却只换来她们一句,小雪还小,你多包容包容她,有什么事的话你跟她商量着来,她脾气不好,你多轰轰就没事了。 我哄个屁啊,这都什么人啊? 这一天晚上,妻子破天荒地没有出门,她不出门,那我也就没有办法出门找乐子了。 我俩就这样躺着床上,谁也没有说话,夫妻之前这样的气氛确实有点尴尬,于是我准备拿起手机玩会儿,可是她突然一个翻身,骑到了我的身上。 老公我想要,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搞得有点惊慌,那既然女人提出来了。 男人就不能说不行,这一天还有一件破例的事情,她竟然没有让佩戴安全工具,管她呢,燃烧吧小宇宙,一番腥风血雨之后我败下阵来,我就在想,是不是我岳父岳母那边施加压力了,这么乖,之后的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,晚上一上床,就趴在我的身上,我还以为是这姑娘在外面玩够了呢, 因为没有带安全措施,一个月之后,她检查出了有身孕,我以为她爱贪玩的小性子不会生下这个孩子,可是没想到,她却主动说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,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。 结婚好几年了,这下终于要有孩子了,自己父母那边也可以交代了,这期间,王公子和赵公子时常喊我去酒吧坐一坐,我都已家里有孕妇,需要人照顾给回绝了。 这段时间,老婆也是一直老老实实,不是在家就是在医院,别的什么地方也没有去,我也高兴地认为我婚姻生活,那原本即将熄灭的火苗,又重新燃起了熊熊的大火。 数月后,老婆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,这孩子一出生,全家都十分高兴,可是我却发现了端倪,我和妻子都是单眼皮的,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却是双眼皮的。 这个使我的心揪了一下,这个情况,我自己偷摸地问了一下医生,人家医生告诉我,这个也是有可能的,让我不要那么多心,可是怀孕之前那段时间,妻子一直都没有在家,这使得我十分怀疑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。 于是我趁着所有人不注意,偷偷地跟孩子做了一个DNA检查,看到结果的我直接像触电了一样,站在那呆呆的不会动,上面的检查结果,用红色的大张,醒目地盖出几个字,确认无血缘关系,之前各种各样的情况,我都容忍了。 唯独这个事情,我忍不了,我当即就拿着鉴定结果,冲进病房,把单子甩到妻子的脸上,孩子是谁的? 啊,孩子是谁的? 我咆哮地叫喊着,病房外都能听见这个声音,这是岳父岳母,还上前拉着我,看这架势,他俩好准备偏袒他们的女儿,孩子不是你的,你也不用操心孩子是谁的。 我气急败坏,拿起身边的果栏,就准备砸上去,旁边的人赶忙拉着我,我本来就不喜欢你,你要激情没激情,要浪漫没浪漫,你说你有什么呀?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家给你的。 我老早就想着跟你离婚了,可是我的父母一直不愿意,他们说我们家是有头有脸的名门大家,家里传出离婚了,对名声不好,我这才跟你过到现在。 我在外面有喜欢的人了,这一点我父母也知道,他们也不反对,这孩子就是那人的。 我一听,脑袋直接蒙了,我的妻子很早就在外面,又重新认识了个相好的,怪不得他做了这么有损名誉的事情,他的父母也站在他的那一边,原来他的父母早就知道了,而且还一直帮着他瞒我。 我突然感觉我就是小丑,现在人人都可以笑我,那我们离婚。 我丢下一句话就准备走,我答应你的离婚。 妻子坐在病床上冷冷地说道,你是入坠,当时你是赤裸裸地入坠到我们家,现在离婚的话,我们这边会给你一笔补偿。 是他婚内出轨,还生了别人的孩子,我们按照正常的法律来。 我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,走出医院大街上,人来人往,我才发现,原来自己竟然是那么的孤单且无助,同时,我在心里暗想我一定要搬到你们这一家子。 总有你们跪下求我的时候,我准备回家,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搬出去,可转念一想,是他出轨的,离婚了这房子和家产都要分给我。 我直接把刚收拾好的几件,又重新地放回来了原处,因此,从今天起,我不能再让他们看到我软弱的一面,我要摆好姿态,跟他们斗到底,正所谓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。 心情烦闷,想找人喝酒说说话,这时我想到了王公子和赵公子,之前二人一直打电话请我喝酒,可是我都给回绝了,这也该我向二人赔礼道歉,并且找他俩谈谈心。 我们三人又约到之前的酒馆见面,恭喜张兄当父亲了,等半满月酒的时候,可不要忘记通知我了,到时候,我一定给你准备份大礼。 我刚进入酒馆,就看见这二人已经到了,赵公子最先看见我,一上来就说了这句话,还没等我反驳,王公子也赶紧跟上一句,就是啊。 这张兄转眼都当爹了,一直在家陪老婆媳妇,好久都没陪我俩喝酒了,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个痛快。 这二人容不得我反驳,直接给我拉到了座位上,我这刚一落座。 赵公子就准备喊几个陪酒的,今天什么人都不要叫,就咱们三个人,我连忙打断赵公子,不料他却误会我了,没事张兄, 今天的费用不让你请,我来出。 我今天心情不好,想找你们聊聊天,这些事不想让外人听到。 他看我说的真切,就白手让人家走了,可是我的这些羞耻之事,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 那个男人经历了这么窝囊的事,还到处去跟人说的啊,可是几杯酒下肚之后,我就再也忍不住了,我一股脑地把我之前的事情和在医院发生的事情全说了出来。 说完这两人也是十分的震惊,他们也没想到,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一家子人,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? 我也要让他们尝尝被人踩在脚底的地位,让他们一家子跪下来求我,可是这并非一事,只怕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 说完我又一杯酒下了肚,我知道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很难被搞垮的,你要想搞垮他们,就要从他们最在意并且最薄弱的地方下手,最在意并且最薄弱的地方,我这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到,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。 越想脑袋越疼,就索性先不去管他,没事张兄,有我跟王少,我们俩人呢,我们二人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 说得我是十分感动,一连喝了好几杯酒,随后就昏睡了过去,第二天等我醒来,发现我在酒店的床上,身边还躺着一个漂亮的姑娘,不用说,又被这两位公子安排了, 这是我酒醒之后,突然想到,我岳父的那个公司,不就是他最在意并且也是最好突破的地方吗?像他们这种利益熏心的商人面前,公司的前途不就是他们最看重的吗?并且据我所知。 我岳父还一直勾结贿赂官员,工地项目还经常偷工减料,如果这些把柄落在我手里的话,那我不久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了吗? 我一想到这些差点高兴的要跳起来,可以却又一想,这老东西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,这些东西它一直都没有让我插过手,这要收集起来岂不是比登天还难? 但是在仇恨面前,我选择放手一搏,反正我现在也是一无所有,正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,第一步就是先把这老家伙受贿行贿的证据收集到手,然后第二步把他项目工地上偷工减料的事情给他抖出来。 最坏也是个鱼死网破,这老家伙平时做事谨慎小心,他一定会把他受贿行贿的账都记录起来,毕竟这些东西关键的时刻都可以救他的命,但是这同时也是他身边的一枚炸弹,稍有不慎就会炸到自己,想着想着手机响了,我一看是岳母打来的电话,接通电话之后,她告诉我约我下午在咖啡厅见面。 我虽然不愿在搭理他们一家子,可是我总得看看她要刷什么花招,下午我如约而至,刚一落座她就开口说道,小张啊,我女儿的事情呢是我们不对,我们也考虑过了,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,我们这边就给你二十万当作补偿。 说白了你的意思就是,给我二十万,然后让我净身出户是吧?你入赘的时候,就是什么都没有,现在你离开,还能给你补偿二十万。 我越听她说话越来气,二十万,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啊?二十万,你们施舍个乞丐,都比二十万多吧? 真拿我当乞丐了。 是她婚内出轨,还生下了别人的孩子,咱们就按照律法,离婚了,财产该怎么分就怎么分。 眼看我不吃她那一套,她那张老脸立马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 你要是坚持上诉策划我,让你一分钱也得不到,我这边最多给你五十万,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 说完,直接拎着包走了出去,她真是把我当作叫花子了,平时给人送礼,动不动就是百万千万的这种,到我这就区区的二十万。 不过她这一举动,也是给我打了一针肾上腺素,燃起了我要扳倒他们的兴趣。 我把我这想法跟王公子和赵公子说了,他们都表示支持我的想法,并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。 这一天,我先跑到公司去,虽然我正在和岳父他们一家闹矛盾,并且准备离婚。 可我这上门女婿的身份,在他们眼里,还是非常管用的。 我也顺利地进入了董事长岳父的办公室,我在他的电脑里,各种抽屉柜子里面都找了半天,却依旧没有发现账本的痕迹。 难道这老家伙不记账,不应该的啊,以他的性格绝对会记账的,那就是可能他把账本藏在家里面了。 我正想的入神的时候,有人在外面敲门,我见没办法藏了,赶紧把东西都整理好,放回原处。 我一开门,就看见一个三十多的少妇,戴着眼镜,一身正经的商业女职业装,不正经的是领口开那么大。 里面好像啥都能看见,又好像啥也都看不着,腿上也是标配的一双黑丝袜,再加上一双根部很长的高跟鞋,手里拿这一摞文件夹,看来是找我岳父的。 我正在好奇,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性是做什么的时候,她倒先开口问到了,请问董事长在里面吗? 刚才有同事,看见有人进去了,我想着是董事长回来了,这些文件需要董事长签字过目。 董事长不在,我着急把他打发走,那您是董事长的什么人呢? 啊,我是董事长的女婿,过来把他拿个东西。 你是什么人啊? 这公司很多人我都认识,很多人也都认识我,但是眼前的这个人,我俩互不认识,我不免有点好奇。 你好你好,我是董事长新招进来的秘书。 知道了我的身份,他对我不免有些客气了,同时我在心里默念,这老家伙,换秘书跟换衣服一样这么快,这一大把年纪了,也不知道身体吃不吃得消。 他见董事长不在,跟我客气几句之后,也就离开了,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,屁股一扭一扭的,心想这老东西还挺会享受,既然在他办公室搜寻无果,那这东西只能是在他们家了。 正当我绞尽脑汁,不知道该怎么回他家的时候。 那两位少爷给我打来了电话,约我在酒吧见面,赵公子的父亲在政府单位工作。 昨天那边开会说的这是,估计过几天就要下达通知。 原来我们这个城市,为了迎接上级,来我们这里考察全国绿化模范城市,要对我们这个城市开展环境治理,城内所有的废弃沙土都要给清理掉。 而且在考察完成之前,都不允许再从城外往城内运沙土,也就是说过几天城内的沙土将会成为抢手的东西。 而且正好王少这边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,需要沙土,我们几人准备合伙把城内的沙土现在以低价买入。 到时候价高的时候再抛出去,我们几个将全部身家加上贷款,大概也才买下全城二分之一的沙土。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,就在这些订单全部完成交付之后,城里果然发下了通知。 这一时间,城内的这些沙土就成了抢手的货物,一夜之间价格翻了好几倍,就这还有很多人都买不到。 这一天,王公子这边来了一个电话,是我岳父那个公司那边打来的,目的也是从我们这边购买沙土。 王公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,让我自己决定,如果要买沙土,让那老头子亲自谈。 另外,如果要谈的话,也只能去他家里边谈。 我此时还正在为如何去到这老头子家里边烦心呢,谁知,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,那边换了好几谈判的都没戏,最后还是老头子自己出面打的电话,并且相约晚上在他家里边进行谈判。 我收拾得气气派派的,结婚都没这么认真的收拾过,当我开车到他家,按响门铃之后,是我岳母给我开的门,你怎么来了? 怎么,我不能来吗?不欢迎我啊,这里不欢迎你,你走吧,我们今晚还有生意要谈呢。 门外谁啊?我听见我岳父在里面喊了一声,岳父,我呀,您的成龙快婿,这么多天不见,您老就不想我吗? 你呀,你愿上哪上哪去,别来打扰我们了。 话别这样说啊,我现在还没有跟小雪离婚呢,所以我不是还得称呼您二老一句爸妈呢? 闲扯了这么半天,这两人还是不打算让我进屋,于是我让王少给这老家伙又打个电话,就说今晚跟他谈生意的人被他关在了门外。 嘿,这消息刚发出去一会,门就给我打开了哈。 只见我岳母因这个脸,在门口邀请我进去,这可真是爽啊,不过更爽的还在后面,我一进门,就看见准了好多的好茶好烟,以前我来这老头家的时候他可从来没给我准备过这些东西,我一进门也没有拘谨,拿起盘子里的水果就自己吃起来,咱准备的好酒好菜可以端上来了吧。 他俩人一看是我,好酒好菜就不知道上了,而且连最基本的代客礼仪都没有了,跟我们谈沙土生意的就是你。 你手里真的有沙土,你是从哪弄来的沙土?老家伙开局一个三连问,有啊,现在有沙土的恐怕没别人了吧,而且我这边的沙土广告。 那你谈谈吧,想怎么个卖法?连个座位都没让一下,你这叫谈生意,我也不惯着他,不行啊。 还没吃饭呢,这会没力气说话啊。 他也见没辙,于是把准备的一桌子的好酒好菜都给端了上来。 我一看就这饭菜我就来气,我在他们家这几年都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,足可见这老家伙对我是有多不满,但是哥们现在不一样,现在硬气了。 那些菜我想吃那个吃那个,那酒我想开那个就开那个,你不高兴你忍着,酒足饭饱之后,我擦了擦嘴,这俩人可是一根筷子都没动,压根都没有上桌,吃饱喝足了,也该谈正事了吧。 那可不,今晚来就是谈正事来了,那你那些沙土打算怎么个卖法啊? 这老头子说,这些话的时候压根就没看我一眼,在他眼里,我还是那么不值一提,卖别人三倍的价钱,卖您嘛,咱收七倍。 我说完这些话,这老头终于肯正眼看我了,只不过眼里带着杀气。 其实这些钱对他们这些人来说算不得了什么,可我这样做,就是要让他没面子,他挣的也就是个面子,那你不如去抢,就一些沙土而已,我还非得指望你不可了。 那你现在要么靠着我买这些沙土,要么你工地项目就得停工,你自己选择吧。 工地停工这可是大事,先不说租的那些设备,一天多少钱了,如果项目工期不能按时完成,这才要命呢,这老头被我气得双手直发抖,可是却说不出话来。 我发现这种掌控全局,操控别人的感觉是真的爽啊。 随后,我们又争论了几句,差点把老头气昏过去,我岳母也是赶紧扶着他去休息,这正好给我创造了找寻证据的机会了。 他俩一离开,我就在书房里面找了起来,找了好久,终于在老头的电脑上找到了他行贿受贿的证据。 我感觉拿油盘复制了一份,并且我还发现里面还有录音证据。 看来这老头子准备的还不少呢,收集完证据之后,我也直接离开了他们家,这一晚给老头气得估计好几天才能缓过神来。 贪污行贿受贿的证据收集完成之后,我也没闲着。 我还得抓紧收集他工地偷工减料,工程不合格的问题,这个倒是比较简单。 我打着我上门女婿的名号,我们几个人大摇大摆地进入到工地里面,里面也没人阻拦,并且还热情地招待我们。 可谁又能想到我们的衣服上面都藏着针孔摄像头呢? 当我们转了一圈,把该拍的都拍了之后,正在为这些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工程的偷工减料而发愁的时候,一个工地领导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 这个人我认识,他是这块工地的项目经理,我心想一声,完了,这人也认识我。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还不知道我这边的情况,这倒是让我心里一喜,也难怪,这么大的丑事谁会到处去说呢? 老头子肯定是没有对外说这件事,被他拉走聊了半天,终于把话给他套出来了,用料少用多少? 低级机装少打多少等各种偷工减料的事情,他都给说了出来,这一切都被我用针孔摄像头挤得清清楚楚,我暗自高兴,这可真是给我雪中送炭了啦。 晚上刚一回来,这边又收到了我岳父那边的电话,他那边接受了我的价格,并且约定后天去跟他签订合同。 后天又来到他家,俩人还是那一副表情,我也懒得搭理他们,看完他们制作的合同无误之后就在上门签了字。 我特意多检查了两把,生怕这老家伙在合同上做马脚,就在双方都签完合同之后,我趴在他耳边,你的那些行贿受贿的证据我全部都掌握了,而且我还收集了你项目工地偷工减料的证据。 另外,你买的这些纱图也用不上了,因为只要我把这些给你揭发曝光之后,你的工地也要停工了。 短短的几句话,直接把老头气得要从桌子上跳起来。 可下一秒,手指还没有指向我,他就气昏了过去,我也不是那么冷酷无情,可是我看到这一幕,却高兴无比。 当天晚上,妻子就找到了我,他见到我之后,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,现在的他表示十分需要我,离不开我,希望我不计前嫌,回心转移,回到他的身边。 另外,他的父母也知道错了,只要我回去,以后一定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待我。 我听着这女人的话,就感到十分的恶心,她拉着我的裤腿,不断地恳求我,可是我却没有一点的怜悯之心,直接把她踢到了一边。 咱们法院见。 我只给她留下来这一段话,和渐渐模糊的背影。 不久之后,我在法院提出来上诉离婚,妻子婚内出轨,我要求法院把所有家产都判给我,当然只是我们家的,不是我岳父岳母家的。 然后没过几天,我听说我岳父也被司法机关传唤,公司也被查了,工地也被叫停,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,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,当然也需要他们自己承担。 并就在这个意识之前,我按这个例子,我看见了什么极片。